2004年,约入三千的张国强,被妻子嫌弃无能而离婚,之后,张国强亦非冲天,有人采访他的前妻,抛弃张国强,你后悔了吗?张国强出生在一个艺术史家,但他的父母却并不打算,让儿子也走上这条路,甚至学习不易的两人,只想让儿子好好念书,奈何儿子偏对艺术感兴趣,也没什么读书天赋,之后,张国强没考上大学,父母就安排他当了艺术工人,干了一段时间后,张国强厌烦了这种生活,于是便踏上了学艺的道路。 但是没有钱,年纪也不大的张国强,在外面碰了满鼻子灰,父母心疼儿子,只能妥协,在父母的培养下,张国强很快就学到了一身本事,1986年,17岁的张国强,考入两岸黑龙江艺术学院,毕业之后,张国强进入了话剧团,但没有背景的他,只能演一些小角色,每月拿着三千元的工资,在这时,他认识了第一任妻子,兴趣相投的两人,很快就选择了领证结婚,婚后,两人的矛盾逐渐显现,妻子花钱非常大手大脚, 而张国强却没有能力去支持妻子这个行为,于是两人开始了争吵,无奈之下,张国强辞去了话剧园的工作,独自前往了北京,开始寻求新的记忆,但就在孩子一岁那年,妻子受不了,这种分隔两地的生活,于是提出了离婚,张国强只表示,我净身出户,但要把孩子留给了,就这样,张国强成了一个单身罢了,在剧组摸索八年后,张国强出演了士兵突击,并成功一炮而呼, 之后,张国强邂逅了小他七岁,由北方张曼宇支撑的王小南,婚后,王小南对他的儿子非常好,两人也又生了一个孩子,而他的前妻则表示,我们现在都各自有了新家庭,把握现在就好。